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爱好绘画艺术的朋友 我没有见面了 很多爱好绘画的朋友 画很久了 对于具象绘画和抽象绘画 有时候还不是很清楚的 怎么去定义它 到什么程度叫抽象 到什么程度叫具象 那当然没有一定的答案的明确 不过你可以用最明显的来判断它 就是说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没办法判别说它在画什么 那我们就可以说它就是抽象 就这么简单 这是最容易分辨 但是抽象里面要了解的是说 抽象有分冷抽象跟热抽象 那什么情况的画面 什么画面看起来是热的 什么情况是冷的 当然这就是墨金老师 带我们下面来看看 讲解给你听 什么叫做冷的热的抽象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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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簡單的用了一個具象的蘋果來說明 現在墨金老師完成的這個階段 我們給他稱作叫做 所謂的客觀的繪畫裡面的具象的表現 那這種具象的表現 也可以用來談說他怎麼樣代表他的具象 也就是說你把層次形狀明暗 你都表現得還蠻明確清晰的 這我們都說是具象的一種會話 那什麼叫做表現得很清晰呢 就是從最亮的到亮的一直到中間調到最暗的 一直到反光就是我們俗稱的五大層次 這五個大層次你都表現得很完備的話 那就是我們所謂的客觀的繪畫 那我們今天要談的就是說 什麼叫抽象繪畫 那只要不是具象的 不是客觀的具象的畫什麼像什麼的 我們都可以把它說 它是已經抽離了具象的一種形體呢 我們就說它是抽象了 好那抽象 用墨金老師用這個蘋果來說明 什麼叫做抽象 我們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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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目前墨金老師已經把剛剛的具象的蘋果呢 變成抽象了 但是同學會問啊 這看起來像蘋果啊 它並沒有被抽象啊 你現在眼睛看到的 是什麼樣一個原因 因為 形狀還告訴你的眼睛說 它是蘋果 所以呢 你還是覺得它沒有很抽象啊 但是別忘了一件事 它裡面的明暗呢 墨金老師已經把它抽象了 也就是說 墨金老師把它分成 一二三四五五個色面在那裡 那這五個色面呢 相對 已經很平板了 它沒有層次了 所以它已經變色塊了 所以在明暗來說的話 它其實已經抽象了 已經不是 我們眼睛看到那個蘋果的光滑的感覺了 所以是不是已經抽離了 這個具象的感覺了 沒錯 那你既然還可以看到它 那麼的明顯的一個 形狀 那當然 你會覺得還不夠抽象 那待會墨金老師 再進一步讓它更抽象 但是呢 在這個 在這個 要變更抽象之前 我們要 讓你提醒一件事 我們抽象有分兩種 一個叫做 冷抽象 一個叫熱抽象 也就是說 冷抽象是什麼 就是目前 墨金老師所畫 這叫冷抽象 那冷抽象 其實它就是一個 幾何 快面 而且界線是明確的 很硬的 所以它是屬於比較 理性式的一種表現方法 那相對也會 在情感上就會少了一點 也就是所謂的它比較 比較 比較沒有情感的一種 機械式的一種表現 因為硬邦邦的 那 什麼叫做 熱抽象是什麼 就是 這些界線 都消失掉了 好 我們現在來 表現一下 什麼叫做 熱抽象 這 墨金老師把它打 很冰冷的 分割線 已經被墨金老師給取離掉 那這不是又回來原來的層次了嗎 沒有錯 那既然回到原來層次 但是它表面上並沒有表面質感 因為它已經省掉了表面質感 但是它的光滑度 卻是 非常用我們 比較溫暖的感覺 熱一點 那什麼叫熱 就是說我不要刻意去分出這個 色面來 我把它每一個色面都打暈掉 隨我的個性 把它弄螺合了 模糊了 那就回到我們的 熱抽象來了 好 那現在墨金老師 要徹徹底底的 讓這個蘋果呢 達到 抽象的效果 好 我們就讓它很自由的 回到 熱抽象 那 讓它整個外型也一起被 抽離掉 好 墨金老師 讓這個蘋果呢 忍 走外面的邊緣 都給它熱抽象 也就是說 這個邊緣線呢 已經不明確 那不明確以後 經過 墨金老師很隨意的 非常自我性的 去把它 做一個 忍 非常熱感的一個抽象 那用 到底哪裡亮哪裡暗 由我個人的心 字 裡面的 意識 意識呢 去把它表現出 我想要的那個 蘋果的感覺 所以這蘋果已經 被 墨金老師給熱抽象 好 那如果同學 有可能還不知道 那 熱抽象 冷抽象之間的一個區分 當然我們說過 冷抽象是比較理性規則 熱抽象是很自由的 好 如果同學還不是很清楚 我們再把它用 就用這個 熱抽象呢 我們把它回歸到 冷抽象的樣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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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 墨金老師的一個 簡單的一個色塊的切面 以後呢 回到了這個蘋果的一個 冷抽象 所以剛剛的 熱抽象應該是一個很自由的 沒有被這些 能能角角或是 幾何的色面給綁住 所以它是很自由的去發揮 你想要的蘋果的一個熱抽象 那現在 墨金老師又把它改成 比較冰冷的一個 所謂理性一點的一個 冷抽象 所以這蘋果呢 就會有點硬 比較機械性 也比較理性的一種表現 所以呢 這樣的一個冷抽象 熱抽象 你聽懂了嗎 以上 是不是很清楚 墨金老師的冷抽象跟熱抽象 這麼一講解 你往後 對 藝術的畫面 形式的呈現 你是更容易分辨 這一種是屬於冷的 這一種是屬於熱的 那我們這樣 經過墨金老師的講解 是不是更清楚 那 當然 還有什麼樣的更 藝術繪畫表現 當然 寫希望 愛好藝術的同學幫我們留言 那我們來做一個 簡單的探討 下次再見 Accept 轉 apples 收音 走吧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